哈喽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瑞典乡村 今天带大家跟随我的镜头去我们邻居家的湖边的房子去做客 是一个典型的瑞典老式的房型 邻居今天招待我们美味的西班牙大锅饭 名字叫拍辣 那我带大家来共同体验一下 看看瑞典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 今天啊 天气有些热 大概24-25度吧 一进入院落 进入眼帘的就是那很大的湖泊 让人有种很舒服的感觉 很清凉的感觉 一进院落呀 远远的就看见莱拉在忙着做饭呢 在烈日盐盐下 在外面给我们做美食 請問一下 她說特色的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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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這裡 很好 这个锅呀就是很厚的大平底锅 是专门做西班牙饭的大平底锅 但是这个老炉灶还可以烤肉 下面可以贴木材 铁网可以烤肉的 邻居派着给我介绍说 这里是以鸡胸肉为主 那也有肥猪肉 有大米 有番茄酱的 邻居家的夏天湖边木屋啊 大概有100多年了 他们夏天基本上都是住在这里 可以开船出去钓鱼游泳 桌子上面有水果和一些干果类的零食 准备了一些餐前小吃 在房子和树墙的阴影处非常舒服 可以加猪肉末牛肉末 番茄肥猪肉肉 大米原葱青红椒 蒜末脆 田冠子和帅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添加 像邻居这个房子啊 在我们乡村这里大概值300万左右 也就是说... 30万łada比如 非常多的瑞典人都喜欢湖边有一个房子 夏天玩水 钓鱼 划船 冬季可以划雪橇 开划雪车 也可以冰钓和冬涌 这里是她家楼上的一个阳台 看出去景色太漂亮了 只是现在大夏天这里有些热 初春和秋天在这里看美景 一定非常舒服的 莱拉真是太辛苦了 外面烈日炎炎的在给我们做美食 这个人也是有错 莱拉的包干 我费饮 这时度莱拉的包干 我费饮 我费饮 不热的 很多瑞典人都很喜欢夏天休假 那也有很多人有主传的别墅 或者是自己买的小木屋 分布在乡村的必静之处 他们喜欢去森林里散步 采摘 点篝火 烤肉 大多他们都很爱惜他们的房子 隔几年就会粉刷保养一次 邻居家的玻璃柜里面种了几颗西红柿 我看了一下好多的西红柿枝叉都没有修剪过 我给邻居提了个小小的建议 把那个多余的枝叉修去 旁边是摆放的很整齐的砍好的取暖的木头 邻居家在我们家的乡村 有主传的大片的森林 这边还有一个小木屋 院子种了一些花草和植物 那这两个小石头人雕刻得很漂亮 也没问一下主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看上去代表了男主人和女主人吧 我会拍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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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拍摄一下吗? 不,只是我们 你想吃更多 不,不,不 很准备 有什么好食物 有什么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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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 我认为是很准备 在 Spanien吃了 看,看 对,是的 所以很准备 我闲光饼 我也接受 很酷 我认为父子 你太一样, egy-ony helyre Ertőségek szépegy érjani megkormány Ah, jól! Esért, hogy nyla, segyél, és mindkik a vállal és a helyesfósállány és a helyesfósállari Egy Egy En Egy Egy 因为这是胡滨的房子 在我们家里听不到这样的鸟叫声 都是海鸟的叫声 在那些鸟就有险的鸟 这是一段时间 我们想吃完 你会把鸟的鸟 那之前,我们上去鸟的鸟 那时,我们曾经过鸟的鸟 我们曾经在那些鸟 我们曾经过鸟 我记得鸟 那不是,有鸟的鸟 我会把鸟的鸟 没有 cirka叶ivamente 三三三呀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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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6年 ajudar completamente 我们来到Laila Sloppies 很多住在房子里都有这种 外面的玉带大死 就是一个小洗手间 有的大点有的小点 但是看上去都很干净整洁 一般用完洗手间后 旁边有一桶石灰 就是撒汗之后 厕所里也没有什么味道 里面有点麻烦 来了已经有点独特样 没关系 来了很吃的 好大的大门 下来多种咖啡 好,好,好 谢谢你 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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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饱了 有些人想高 opened 我许臣不说 我在这里看到很强热的 就是你熟悉的 是不是 好 好 看 好 好 也好 我的女孩 我都不是 我只是想想想 我想想想想想 我想想想想 我都想想想 不是每人都想想想 都想想想想 不想想想想想 你自己的生活 很快 很快 我是想想想想 很快 这里是一个桑拿房 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花园 干净整洁 大家看这盆花 这是我在花店里挑选的 因为我知道莱拉喜欢红色的 特别巧的是 另外的邻居和我买了同一款花 莱拉高兴的说 她很喜欢这些花 以下拥有了两盆 湖水非常清澈 邻居的孩子们在湖里开船绕圈 后面拖着一个水上摩托车 嬉笑打闹着 现在是孩子们放暑假的季节 那吃完喝完了 帮着把碗碟端进厨房去 有客人来啊 主人们辛苦了 头一天啊 就要开始准备 做蛋糕 点心和各种食物 那客人走了之后呢 还要打扫 洗碗碟 真的幸福了 我们在看中间,我们在面围的那些 我们已经在约 er到的地方 我们已经得到很多这样,我们在地区时 我们在哪里队在远的地方 我们还得到亚洲的地区 我们在法曼西方 fields 我们在法曼西方的地区 它在法曼西方 terms 谢过主人该回家了 那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瑞典乡村生活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我主要分享种植美食和瑞典乡村的生活 那在这里祝朋友们平安健康 下次见